嗨 各位觀眾 歡迎 歡迎收看月亮小教室 這是Sony好棒棒 那我們 我是Teacher Lin 林老師 大家也可以叫我 林老師 不是髒話 是林大家老師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如何 老師要教大家 如何在選秀當中 變成閃BringBring OK 一閃一閃亮BringBring的感覺 OK 那選秀人會想到什麼 超級新人王 Plus OK 有很多組別 Maybe 戲劇組 Maybe 歌唱 Maybe 舞蹈 但最難的是什麼 Tell me Tell me 最難的是什麼 舞蹈 不知道 OK 最難的是 舞蹈 我們現在在 身歷其境的主持搞笑組 OK 因為主持搞笑組 融合了非常 多元化 就是它有戲劇 你要唱歌 你要舞蹈 對 所以我覺得主持搞笑組 所以老師大 不是 老師今天就要教大家 如何 在選秀當中脫穎而出啊 所以 我們要有一個學習對象 所以我們拿出我們的手機 老師拿的是 Sony XPERIAX2 手機 OK 超級新人王 OK 老師來看他的節目 所以把它設為 桌布背景 OK 那我們要找到學習的對象 我們首先呢 要在手機上找到YouTube 才有影片可以學習 我們要找最頂尖的 最頂尖的學習對象 OK 我們找YouTube 有找到YouTube嗎 沒有 那我們翻頁 OK 翻頁 這裡有一個紅色的YouTube 很顯眼 那我們要找頂尖的學習對象 Maybe 是 玉琳哥 Maybe 是 憲哥 主持天王 OK Maybe 你可以參考 康熙來了 經典 經典中的經典 OK 你也可以搜尋 綜藝大王 但我不知道你會搜尋到什麼東西 OK But 今天 這些人都太困難了 因為他們 我們一時半刻學習不了 所以老師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自信 有自信就可以 做任何事情 OK 誰的表演裡面有自信呢 我想一下 自信 你要有很有自信的表演 OK 揪領菜 揪領菜 Maybe 你可以 修詢我配或是媽媽頒獎典禮 對 他就是很 很有自信 OK 那我們把Sony手機收起來 如何有自信 聲音大哥 Tag我的臉 如何有自信 首先 今天我們要先把眉頭揍起來 OK 有揍起來的感覺嗎 OK 那我們 左邊的嘴角 一定要左邊的嘴角要上揚 自信的感覺 有沒有 很自信 你要戲劇也可以 一樣 揍眉頭 你演一個壞女人 沒有 你這次要怎麼辦 OK 有自信 你演 Maybe 舞蹈 舞蹈 你也可以有自信 壞女人跳TT的感覺 一樣 你的那個 眉頭要揍起來 一樣 JS I T T JS I T T OK 壞女人跳TT的感覺 那 你的表演要突出的話 就要在你的表演當中加入經典 有了經典之後你的表演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 有爆點 Yeah 很棒 對 有爆點 所以呢 我們要在表演之中加入經典嘛 所以你就要眉頭揍 一樣要有自信 自信最重要 OK 壞女人跳TT 加入經典 OMG 加入經典 OMG 玉琳哥 這樣你的表演就有爆點 OK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娛樂極限嘛 娛樂極限是什麼 其實感同身秀 像Sandy姐 妳就在挑戰娛樂極限了 唉唷 為什麼 妳在那個小明星大跟班 跟憲哥告白 妳讓觀眾身歷其見 妳就是在挑戰娛樂極限 你才挑戰我的記憶吧 有這件事嗎 有有有 你生命 你生命 好 KID哥也在挑戰娛樂極限 因為他有經典 他有經典之作就是 小病 OK 小病 OK 林靜老師也在挑戰娛樂極限 因為 他的粉絲幾萬 你幹嘛 不在做功課啊 奇怪 你應該就自己講 你還要問他 我自己講很奇怪 好像是70幾萬 我記得 然後 不用聊天 他那個 拍那個 YouTube 讓觀眾喜愛 讓觀眾笑 讓觀眾感同身受 也就是在挑戰娛樂極限 OMG 你是要問我是不是 不是 我還要講我自己有什麼經典 你不要先想 我再來 還有Yellow漫巴 你有娛樂極限 因為你經典 你有經典 丫頭姐姐 丫頭姐姐 你不要問我 你也是一樣 有娛樂極限 你在那個 什麼 小明星大根班嗎 你把頭髮剪掉 不要理會那些酸民 你要有自信 來給我一個自信的感覺 你不要理會那些酸民 你敬業 那就是在挑戰娛樂極限 OK 今天 月亮小教室到這裡結束 希望你們都可以學以致用 我不會再上第二次 因為我可能會被淘汰 OK 謝謝大家